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说 广东省气温近日持续下降 而深圳宣布正式入秋 结束七十多年以来最长的下跪 随着寒潮触报南下 华南地区气温显著下降 深圳这几日不时落雨 路上行人都穿多了衣服 当地气象部门说 深圳今年入秋时间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比平均时间迟了11天 而今年夏季长达242天 是至1953年有气象纪录以来最长的夏季 深圳的夏天太长了 这两天才开始变冷 而在广州这两日气温也都骂降 有民众就添置保暖衣物 有来自外地的游客就说 期待品尝南方的冬季美食 中央气象台就预测 周末起去到下个星期三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幅 达到摄氏6至10度 之后将会迎来新一波冷空气 到时长江中下游一带 气温会再下降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至于内地滑雪柜已经展开 北方多个滑雪场陆续开始营业 吉林省有滑雪场在三个礼拜之内 有3万多人预约入场 也有滑雪场利用北斗卫星系统 记录游客滑雪的过程 再整成短片给他们下载 临近年底的滑雪旺季 新疆阿勒泰地区四大国际滑雪场 陆续开板 最后一个周末将会正式对外开放 工作人员正是加紧检查滑雪板等的器材 雪道上几十部造雪机也都全部投入运作 现在林省有五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到家地 近日也迎来大批冰雪活动爱好者 包括这一名只有六岁的女童 不怎么疼的时候 我就一顾虑就爬下来之后 如果摔得疼的话 我就哭一会儿起来 如果摔得很疼的话 就把我抱住 央事人述的林省民旅部门说 预计今年雪柜接待的游客 有望突破一亿五千万人次 为了应付人潮 当地的雪道数量和总面积都比黄年增加 这个高山滑雪场负责人说 由星期三开板起计 二十日内已经有超过三万人预约入场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 雪场也都提供新的服务 透过这个装置 雪场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系统定位 再配合场内镜头 最终拍摄游客滑雪过程 并且自动生成短片被游客下载 至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冰雪大世界 营运团队说 今年园区面积扩大到一百万平方米 比去年增加大约两成半 目前已经完成近九成的工作 预计下个月中旬开放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中国扩大免签国家 到日本和保加利亚等等九个国家 下星期六开始生效 日本就说欢迎 期待日中两国交流变得更加长迅 外交部宣布为了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来往 中方决定复大免签国家范围 当中包括日本 并且将免签停留期限 由现时的十五日 延长到三十日 自2024年11月30日 至2025年12月31日 对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黑山 北马其顿 马尔他 埃沙尼亚 拉图维亚 日本 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免签政策 包括上述九国在内的 三十八个免签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 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亲访友 交流访问 过境不超过三十天 可免办签证入境 中国在2003年至2020年 允许日本公民免签访华 追选逗留十五日 到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暂停日关措施 而在疫情之后 中国逐步扩大 富华免签范围 但对日本一直未有恢复免签 分析说中方今次扩大免签到日本 被施惑系中日关系取得突破 而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秘魯和日本手上 石破茂商品会谈 上方同意包括 尽快将日本福岛核污水 台海问题达成的共识转发为行动 北京圆明园是清朝皇室的园林 位于多场战火 而考古专家当年以来不断发掘 逐步还原当年布局 当中包括用来收藏四副传书的文园角 有先进的供水排水系统 圆明园文园各原子经历战火 已经变成一片链石 考古团队经过两个几月的发掘 今个月初结束基本工作 有多项新发现 团队初步理清文园各的院落救造 包括公门、藏书各、水池等的具体位置 透过挖开围纸部分地面 也都了解到文园各地基的建造方式 是先打下大量的地钉 防止建筑物下沉和移位 再依次砌上石板、砖台 大型条状基石等等 主要用于收藏四副传书的文园角 防火、灭火设计是重点之一 当年远洛里面设置了大型水池 团队说今次的考古工作 除了为水池里面的是活水这一个推论提供证据 亦都第一次发现完善的公牌水设施 在北墙外有一条河水通过供水通道 供到藏书阁前面的水池里面 院落的里面和外面它是有一定高叉的 院内高外面低 有一部分水然后就可以存到前面池池里面 现场出土甲文物里面也包括罕见的黑色榴梨瓦 专家说与水货商黑的五行理论有关 考古团队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研究 预计明年发布相关成果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来自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